推列弹 空中引爆 烟雾弥漫 球迷尖叫声四起 惊慌逃窜 位于印尼东爪哇省的足球队阿雷马主场 一场多达4万人观看的球赛 因为暴动酿成踩踏 伤亡严重 大批主场球迷冲下看台涌入球场 因为不满笔数遭客队帕尔斯巴亚二度追平 甚至超越 最终以2比3落败 分动球迷冲到球场中央表达抗议 印尼军警驱赶无效 双方爆发剧烈冲突 在球场上追赶 互相丢纸物品 军警甚至试图用殴打威吓 让球迷怒火更加高涨 随后军警决定发射垂肋弹 引发悲剧 从近距离画面可以看到人群中出现雄雄火光 距离现场观众席仅仅一线之隔 但台上的观众似乎不了解事态严重 纷纷拿出手机 抢着捕捉警民冲突画面 然而在球场抗议的球迷因吸入过多浓烟 出现呼吸困难丧命 同时多人十足跌倒 遭其他人踩踏 甚至有数名阿雷玛球员也遭到攻击 印尼警方指出发射催泪弹是不得已的行为 也表示在球场暴动后 场外出现多起暴力抗议 有多达十辆警车遭到焚烧 表明取缔和镇压的必要 而印尼足球联赛表示 阿雷玛队在本球季未来赛事 将被禁止在主场比赛 也宣布取消下周所有赛事将详细调查事故原因 记者蔡星辰报道 好 免疫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 Code 快点购 扫一下